第一時間 官司是解局勢 大家好 今天要談的第一個話題 在法國西部《鋪裏塔尼地方大埔》 近日發表一些有關中共在當地活動的系列調查報道 其中包括10個罪事顯示了中共的影響和干預的不同方式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令人難以資訊的布林細貨事件 這是在過去50年中極少數被公開的間諜案之一 1983年 里至雅立的會計 布林細貨在法國被抓捕 因為他將法國駐中共大使館的外交檔案 傳遞給中共政權近十年之久 他這樣做竟然是為了取悅一位中國女間諜 而事實上 這位女間諜卻是一位男子 我想布林細貨真是悲催 不僅夢中情人沒到手 還被人騙 最後失手被捕 不過對手是黑黑有名的中國詐騙分子 這個跟頭栽得不怨 第二個 中共情報部門高官的兒子申請到布列塔尼 多年前 一位大陸學生的申請被送到西布列塔尼大學 一位非常喜愛中國文化的官員那裡 但經過檢查 該學生原來是中共一名高級情報官員的兒子 所以申請被拒絕 我想法國也是有掌眼的 知道要好好審查一番 若不是官員何時睡覺被人偷裝胡鬆 這樣就還很難堪 第三個 從各個角度拍攝核刀彈基地長塌 帽列塔尼核下布雷斯特市 一名大學官員 是中國文化的忠實氣號者 2010年代初,他陪同一個中國團體參加一個城市港口的國際會議 在港口的一艘船箱進行接待時,他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被這群人藏了起來 而且這個人在拍攝港口同期設施 當他問到此人是誰時,中方回答說不用理會他,他是個翻譯 好,各位漢官,你相信嗎?打暈我都不相信,中共四處派人收集情報而非新聞 而且他絕對不敢承認,因為怕引起國際糾紛 我再次呼籲各國提高警覺,以前不知道,現在要望陽保路 成為最近一名捷克人即現,中共絕對是世界最危險的國家 第四個伊夫雷麥海洋研究院研究員陷入陷阱 布雷斯特伊夫雷麥海洋研究學院,一位海洋地球物理學家 路易格利,六年前在中國被接待他的大學實驗室主任問及 是否願意當一篇論文的評委事,他接受了 但他明白得太遲,因為這篇論文是關於 中日有爭議的沖繩海灶地質成質 而且內容有科學錯誤和不真實地陳述,有利於中共的 他提出抗議,卻激起了中方人員的憤怒 好,這又再次說明了不要看中共和你清興到底,給盡利益 實際背後是隨時準備同利一刀 畢竟,赦磨殺爐的事情中共可是假輕就熟 絕對不含糊 第五個,中國低增儀的敏感座標 這裡的主角都是剛剛的路易隔離 他說中國實驗室的同一位主任在某次討論中 告訴他關於於太平洋地區世界最深的海溝之一的工作 並承認在這條蠔溝前方之十臺地震儀 他要求提供進行堅毋的座標 當他檢測時發現所有設備都位於屬於美國的地區 重點是中共卻並無得受拳 好,大家要注意地震儀是可以遠距離探測潛艇通過的 比如探測鄰近的美國關道的核潛艇 由此可見中共想抗衡美國 稱霸太平洋地區不是心血來潮 不然在那邊搞事做什麼 就好像中共最近密切接觸太平洋島國目的度是一樣 第六個布列塔尼一所工程學校的鑰匙 在2021年秋天 一個布列塔尼的著名工程學院 中國博士生不喜歡提及台灣和香港的文件 他們還向教授、行政人員和學生的郵商 發送大宗郵件表示抗議 好,小粉紅絕對是全球嚴供情緒的煽動者之一 中共總加速師應該要頒發大獎給他們才對 不過我都希望他們早日明白真相 第七個布列塔尼專利卻是中國註冊 由法國國家資助、具有軍事用途的研究工作 產生的專利卻是中國註冊 讓法國無法使用 該申請專利者是法國實驗室的成員之一 居有中國血統 而這些事情發生在2000年代末的事實從未被公開過 第八個南特成吉思漢展覽未能如期巨幸 南特的歷史博物館原定在2021年舉辦的關於成吉思漢 與蒙古帝國歷史的長期展覽 而該展覽是與一家中國博物館合作 結果被迫推遲 原因是什麼?中共當局首先命令博物館放棄成吉思漢 帝國和蒙古鄧慈惠 然後要求控制展覽的所有文本、地圖與交流元素 第九個布列塔尼如山東 中共的情報部門比西方國家的集中程度要低得多 是由各省監督其任務 對於布列塔尼來說對應的是山東 曾有一位年輕中國研究員周布雷斯特的科學學院驅逐 因為法國科技部獲得了他向中共傳遞機密諮詢的證據 法國參議員安德烈·加托林強調 中共在法國編制的網絡密密麻麻 好 參議員說密密麻麻 我覺得真可怕 中共黑手伸得如此之長 如果從全球各地的種種蛛絲馬跡便可提出 中共想制霸與勞役世界的野心早已肖然若揭 這也是共產主義的必然 當中共會選擇隱隱和偷偷來的時候 只是因為實力不夠而非防棄目標 這點非常重要 第十個 法國的核導彈殘片和中共的船隻 2022年3月 法國一架陣鋒戰鬥機 在布列塔尼的尖端進行ASMP-A核能力巡航導彈試射 導彈碎片是一個長兩米 直徑約40厘米的圓柱體 但沒有被發現 在隨後的幾週內 法國海軍於疑似可能漂流的地區 發現了一艘300米長的中共武裝的散裝火船 這艘船在法軍的監視下停留了幾天 好 我認為中共想盜取法國導彈碎片是很有可能 畢竟在台灣、澳洲都有發現類似的中共船隻 在收集軍事情報 好 剛剛說的是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要說的是有親共背景的台灣外國同心會會長 周慶俊及秘書長張秀業 涉嫌收取中共國台辦資助 在台發展組織及攻擊法輪功學院 被依違反國家安全法查辦 而中共亂台金流都造曝光 據Eco Times報導稱 台灣地方檢測處發布不起訴處分書 以周慶俊2021年因疫情身亡為右不起訴 並認為其他三人翻炎不足都不起訴 至於被告張秀業及周妻林明美因潛逃大陸未到案 筆檢已發布通緝 不過張秀業於調查局信民事已公出 周慶俊收取中共資金來源 包括國台辦及廣東、湖北、上海、北京、福建等省市的台辦經費 或由台辦牽線及指示台商入住資金 用中共資金找人攻擊法輪功學院 吸收大陸配偶為中共發展組織 檢察官強調 周慶俊夫妻涉嫌將中共付的工作費 以現金方式攜帶赴台 每次約帶回1萬元美元和人民幣2萬元 該組織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 對赴台拜會的民運領袖黃之鋒、何韻斯採取暴力抗議 並在台灣發起反制罷免前高雄市長韓國瑜活動 張秀業甚至還參選台北市議院、辦餐會賄選 自稱代表共產黨、更發銜請國台班指示在台6倍及捐屬投票給張秀業 都然以以中共資金負職大陸配偶 在台中、台南派人參選 周慶俊每個月則支付10萬元給張秀業 作為發展組織的開銷 好,連追犯自己都承認 相信沒有人會再說中共亂台是暴風捉影 我在此提醒台灣人要小心 中共想統一台灣在無所不用其極 千萬不要被有心人士帶動 以免最後的結果是 人家熄臉,你在旁邊叫辣 我做個總結 我在節目中講到中共在布列塔尼的十大日時消息 並分析中共將黑手伸向全球 各國勢必謹慎排除 另外,我還提及中共金援台灣、愛國同心會聯台的新聞 並呼籲台灣人民千萬不要被人賣了還在幫人掃錢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肯請各位訂閱、分享和點讚 你的支持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視頻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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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